我們來看這個密立根 如何來做這個光電影實驗 他是怎麼做呢? 他是說這個圖是密立根測的光電影效應數據 他使用光槓桿裝置來記錄光電流的大小 那什麼是光槓桿 他是如何用光槓桿來記錄這個電流大小 他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光槓桿的話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裡 它的話有一個什麼 這裡的話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鏡子 有個鏡子 然後光的話這樣射過來 射過來以後的話它會反射 然後反射的話這裡有一個等於相當於尺的東西 那如果這個 這一個那個線的話 如果有轉動的話 那它這裡就會有偏離 這個的話它又連接到什麼呢? 連接到那個一個 帶有那個磁場 帶有磁場的東西 上面有彈簧會有力矩 那會有力矩的話 然後現在的話 你那個電流流過去的話 那麼磁場產生力矩會加大 會加大以後會轉動這個什麼呢? 這個轉軸 然後轉動這個轉軸的話 上面會有彈簧 又會提供抗力矩又會加大 到最後再次平衡 那再次平衡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鏡子的話 就轉了一個角度了 那根據它轉的角度的話 我就知道呢 這進來的電流有多少 那我根據這個偏移啊 我就知道它進來的電流有多少 然後它就是這樣做實驗的 這個實驗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光電效應的話 它最主要要測那個結子電壓 就是說它滿足這個式子 HNF 減掉那個公函數 會等於那個1 乘以結子電壓V0 那現在的話 我現在呢 如果有光電流的話 我就把這結子電壓增高 那結子電壓增高的時候的話 就是說 這個的話 光子這樣打進來 如果它抵抗了什麼呢 它能夠抵抗了這個公函數 以後就跑出來 然後跑出來以後 這個事實上等於 這個事實上等於2分之1 mV平衡 這mV平衡呢 是那個電子的動能 那跑過來的話 它上面就會有光電流 然後我就把它提高那個電壓 這是正的 這是負的 提高電壓以後 讓什麼呢 讓這個電子的話 跑回去嘛 當光電流等於0的時候 這光電流 光電流等於0 就是那個偏移量等於0 我就沒有偏移量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就知道它光電流等於0 那達到這個電壓 我們就叫結子電壓嘛 好 那我根據這個 根據這個結子電壓的話 那我就可以算出什麼呢 我把1除過去 可以算出H0除以1來 好 那現在的話 這個實驗的話 它是怎麼做呢 它這個命力根 它用了三種光 三種不同的頻率 第一種的話 是546.1奈米的這個光 它頻率是這個 第二種的話是這個 第三種是這個 然後它測了三種什麼呢 三種F 那三種F的話 那取得三個什麼呢 三個那個結子電壓 那這個 它上面的話 就有錶 就是說要你那個 要你填的那個錶 那現在的話 就是說 先叫三組資料 三組資料的話 它的頻率是這個時候 它對應到什麼呢 對應到結子電壓多少 對應到結子電壓是0.5特 這單位是5特 不過 這個上面它是有什麼呢 上面是有荒格子的 荒格子的話 你如果把這裡稍微放大一下的話 差不多是0.49的 所以這個什麼呢 這個結子電壓是0.49 也就是說你光子進來頻率是5.49 乘以10的十四次方的時候 進來的頻率這麼多 那你的結子電壓就0.49 那如果進來的光 進來的光的話 它的頻率是6.91乘以10的十四次方的話 那就是這個 這一個的話 這裡的話 你把它看仔細一點的話 差不多是這兩個字間 差不多是1.05 這是1.05 這個糊塗結子電壓 第三個資料 第三個資料的話 就是這個 它的波長這個 頻率這個 那結子電壓多少呢 大概是1.62 你就看真實的題目 真實題目的話 那個大考中心的話 給你一個什麼呢 給你一個方殼子 上面有一個圖 上面有一個圖的話 它有方殼 它方殼的話 你那仔細看一下的話 這個大概是 1.62 大概是1.62 大概是1.62 這樣子 那這個表就填完了 那填完了以後的話 那這是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的話 它要你填這個表 然後第二小題的話 於方殼子 中做什麼呢 做V0跟F V0跟F 這個大考中心給你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答案圈上面 也有一個什麼 也有一個方殼子 這方殼子的話 上面這裡是V0 這裡是F 然後你要把它稍微標一下單位 那這裡的那個單位 最方便就是這個 這個單位是福特 這個 這個你把它標一下 它的單位是福特 這頻率的話 單位最好用什麼呢 用10的14次方 這個當單位 這個把它當這個當單位 單位的話 這10的14次方 就乘以 乘以10的那個14次方 好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的話 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 當你這個解子變壓是0.4 當你這個頻率是5.49的時候 比如說這裡是5.49 5.49的時候的話 這個時候解子變壓剛好是0.9 這個東西我是隨便畫的 這個是0.49 0.49 那這個就有一個點了 這個就有一個點 然後當你的呢 這個頻率的話 這錄色光的頻率是6.91的時候 這個東西我隨便畫 6.91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它的解子變壓就 比如說是1.05 那大概在這裡 那當你這個頻率是8.22的時候 比如說在這裡 8.22的時候 然後的話呢 它是多少 它的那個解子變壓是1.62 那這個會形成一條直線 接近一條直線 那接近一條直線的話 那你再把這個斜率算出來 然後這個圖 大約上就畫出來了 這個是第二小題 它要你畫什麼 畫圖嘛 畫圖 第二小題 再來我們看看呢 第三小題 它要你求出什麼呢 求出H除以1的比值 那H除以1的比值的話 那個就在這裡 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斜率 就是說 就這個斜率 那斜率的話 就什麼呢 就這個 除上這個 那你就說 它的那個 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是 這個是 1.05 1.05 1.05 那減掉呢 5.49 那再乘以的話 乘以10的 14.18 那你如果沒時間的話 那你就算一個數字就好了 這樣的話 就把它算出來 那你如果什麼呢 你如果 如果沒時間的話 這樣 如果有時間了 或者是你把它算出來以後的話 你就後面加一句話 就是說呢 你就算兩遍 算兩遍以後 把它取平均值的話 會更準 那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再把這個 把它算一遍 因為 因為 理論上 它會是乘以直線 但通常的話 沒有 通常沒有乘以直線 所以的話 你這樣算出來的斜率 跟這種算出來的斜率 是不太會一樣 那你就把這兩個斜率的話 算出來以後 加起來 除以二 那這樣會更準 會更準 那我們就 我們就算一個就好了 那這個算出來的話 大概是多少 這是1.05 減掉0.49 那等於多少 0.56 那除以這個 這個刮 6.91 減掉5.49 那刮 等於多少 0.39 是等於0.39 大概就是0.39 大概就是0.39 那乘以10 10 10 14 4 那這單位多少 單位 我們曉得 這個 1等於什麼呢 1等於 H除以F 所以H的單位是什麼呢 是交而 交而除以什麼呢 除以頻率 頻率的單位 就是秒分之1 這是秒分之1 這是秒分之1 所以它單位是交而 乘以多少呢 乘以秒 這是H的單位 除以1 1的話 是電核的單位 電核的單位 是庫倫 所以這單位是交而 乘以S 除以庫倫 這是它的單位 好 那這樣的話 等於多少呢 這樣就等於那個3.9 乘以10 的-45次方 交而 交而秒 除以庫倫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兩邊 一邊 就這樣 要來 兩邊 二邊 三邊 二邊 三邊 三邊 二邊 三邊